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接下去 在上回我们得到一个巫女 可以使用这个能量传送 它是以生命值转换为NP给对方 所以这个是有代价的 跟这个补魔是不一样 我们上次又加入了一个魔剑式 把它说服了,然后又获得一个补魔魔法 然后我们现在来打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也是一个召唤师 又遇到这些敌兵,非常麻烦 我们这个打一下吧 补魔,两个人再补一补 先来一下 诶,选错人物了 好,我们先用一下这个能量传送 然后再传送给我们这个妖术师 好,损失了一些HP,不够没关系 好,然后 这边卡一下 都是幽灵 幽灵她的EG魔法也非常厉害的 这边有一个巫女 这个巫女她没有那个补魔了 这个直接杀 好,我们使用超万大地神 那石头看砸到谁砸得比较多 这不一定,她是随机的 有时候都是砸那个巫女,你看 然后后边这几个要砸到那个幽灵 两个应该一起死掉 哇,这幽灵血比较多 好,我们又升级了 嗯,这幽灵其实也可以说服啊 生命吸取啊,就可以吸血了 这种魔法还是挺好用的 要不我们抓一只来玩好不好 可以获得这个生命吸取这个魔法 所以如果你魔力够强悍的话 他这个吸收的会比较多 看一下 他以诅咒之力吸星目标ACP 吸魂 吸魂魔法 恶蚌 这个吸星大法比较厉害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生命者还剩下86 那我们待会再打一下 再给他补充一下 先看看 然后我们这个补魔 好,我们给这个 屋灵补充一下 然后使用那个火 火龙 火蛇 杀 哎呀,不能站在那边 不然会自己会被捡进去 这只吧 因为他这个 使用的这个 树会比较广一点 我烧 我烧 野火烧不进 这幽灵一般都怕火 对 都不死了 那魔力还是没有我们那个 只剩下一滴血 看一下 不过他找他这个家伙没魔法 有点可惜 他 说服 好吧 给他说服 那我们先临时保存一下 哎,成功了 好,那变成绿色 变成蓝色 就是代表我方了 魔术师长袍 好,这个家伙的装备还比较好 这家伙的装备比较弱 这家伙的装备比较弱 那这个我们也把它说服 好吧 可以得到那个魔术师长袍 啊,那我们这个 狂雷 这死了,先一个,先一个袋子了 对吧 噢,蹦 好像有一只恶魔出来啊 这样子,哎 在身边给他摩擦 我也是无意 就感觉有点变态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 哇去 拿那个扇子这样子 后脑勺拍下去 哎呀,开 那个变成我方的啊 所以他这个帮我们打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只 这只血有点多 给他,给他 给他炸几下 喜欢这个火球术 然后 再给他炸一下 别死啊 好的 65 差不多了 还剩下56 57点血 好,我们再临时保存一下 这样比较不会浪费时间 哎,哎,再跟他谈话了 哎,一下子就成功了 看到没有 这生命石把他打到快死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加入了 哈哈 好,我们获得两只幽灵啊 待会过关就会自动加入 待会过关就会自动加入 好,我们将近来使用一下 这个 给自己补一下魔法 哎,补不到 然后使用这个 火灵,炎系魔法 好,生命吸取 厉害吧 你看他的兩隻手啊 生命吸取我們可以給那個妖術師使用 這種魔法還是比較好用 不過我看一下這黑暗 因為我換了妖術師可以使用所有魔法 黑暗是 這也算是比較特殊的 水之法衣 這個物理防禦食物魔法二十 智力加十五 那魔術師長袍是 看一下魔術師長袍是加多少 十二十五 還是比水法衣弱一點 不過沒關係 閒者之一更強悍 十八二十五 跟水法衣好像是差不多呢 十五二十 閒者之一 十八二十五 這個更強了 好我們使用這個 我們這邊又獲得兩隻了 兩隻幽靈成為了同伴 好我們又加入了兩隻鬼系的 那我們把他們的魔法拔起來啊 魔法的話給他換掉 還有這個魔力吸取 可以吸收魔法 非常非常好用 看一下 給誰呢 這黑暗系的他也可以使用 有一些可以使用 毒癮 可以放毒 可以放毒 這污泥 污泥有進化素 還有他這個 污泥 要不要叫他出來補魔法 覺得沒有多大必然 因為我們將軍來補會比較安全 他比較硬 好那我們用一下這個 他也是裝備閒者大衣 吸收HP 狂雷不要了 用一下黑暗魔法比較 或者是魔力吸取 這個魔力吸取的話 我看一下 消耗 消耗 消耗15.np 射程式 這個還是比較不實用 生命吸取比較好用 好我們向來攻打 這個也是召喚師啊 你們是跟著我們管 幽飛耶 這是他爹底 我看一下他這個 至少能給我一個痛快 好 大衣滅青啊 這張有 有 有 有幾個隱藏寶物 我們找一下 有一個人物 他 他的那個 啊 雖然 雖然很可憐 但也沒辦法 邪悟吧 看一下他拿了有一個 這忍者有一個鞋子 很好用的啊 有一個好像是布板 四眼鞋啊 四眼鞋啊 就可以瞬間移動了 非常好用 這鞋子如果拿到 無視地形移動了 什麼地形高低都能 都能走過去 待會我們看能不能把它說得 這邊又有一個補魔法的模擬啊 補魔法的模擬 你們看一下啊這個召喚師 這個才是真正的召喚師啊 剛剛呢 對魔法頗有研究啊 能召喚所有精靈惡魔 甚至等高級零獸 另外呢 這有點 嚴過其手 召喚王偶 他只能召喚王 這轉折的條件 你看 文物雙橋 的洞章 還有智力 還有這個武力 要100 NP要63 好那這邊有一個 寒冰鎧 我們看一下 寒冰之杖 這個我們也有 18 沒有水法醫厲害啊 好這個是冰獸啊 加碗水精靈 剛才我們 說得那個巫女啊 這他女兒 弄的是這個炎精靈啊 冰火 水火不容 感覺這個巫女比他還要強大 同樣18級 這個是18級 他好像也是18級 智力 172 速度102 我看一下 172 102 138 魔力比他還要高 但是防疫方面可能比他弱啊 防疫 20 202 然後就防疫 206 哎 防疫也比他強了 厲害啊 這個 他女兒感的 這個魔力更強大 好像這邊拿了一個隱藏物品啊 在這裡 好 換到一個 敏捷之石啊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隱藏物品啊 來 來 啊 金蓮果實 然後我們 然後 沒然後了 然後我們給他傳送一些 一些營養給他 來 來 妹子的營養可是很好的 嘿嘿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 要先 先 先讓誰去見上帝呢 這個巫女啊 因為巫女會補魔法 先讓它死掉 閘嘢 插他 Co 哇 這血至少三是百 不死也 殘廢喔 好 這邊還有一隻巫女啊 這個才是補魔法的 只要讓他補魔法的 輔助職業讓他死掉 它就 根本沒有 沒有辦法 下面 효 下面有那個 下面有兩個隱藏的物品 總的四個五個 好像是五個啊 上面有一個 這張隱藏物品挺多 哇 這麼遠都捨得到 天啊 這什麼工這麼厲害啊 趕緊補充一下 然後看一下 赤岩鞋在哪裡 不是這傢伙 好 我們跑上去啊 來個 再消滅一個忍者 然後 我們繼續補魔法 能量傳送 高級治療術啊 因為你也挺辛苦 一直補魔法 傳輸營養 好 我給自己補充一下 欸 自己不能補充啊 太可憐了 算了 我給你補充啊 這樣你的魔法應該有100多了 已經夠了啊 難道你只會自說自話嗎 唉 這老是被你來教訓 手裡劍 哇 這麼不準 剩虛啊 剩虛的表現 我們看一下啊 後腦 後腦 後腦敲下去 冰獸 冰狼 冰獸 我感覺連距離比較高 這裡還有一個隱藏物餅 在哪裡呢 沒錯 就在我點的這個位置 欸 復活祭壇 這玩意也挺貴的 這玩意 這玩意 我們繼續補充一下 看能不能給這個江堅補 補一補啊 好 我們爬上來啦 爬上來 先 先滅掉 滅掉這個 那個 那個刺眼鞋的話 兩隻啊 刺眼鞋 待會兒再來把它說服 那我又要用這個 其實我不該把它下進去啊 為了成長寶物 用別人說服也能不太好 啊 抖到一個帽子 火球術 有種背後偷襲 欸 啪 哇 竟然刺下去 刺到眼睛了 欸 那傢伙拿著弓應該挺不錯的 上面 MISS MISS 因為施術者能力如果不高的話 他們連擊力也不多 因為我們現在等級也很高啊 17級呢 非常強大 複合弓 垃圾弓 怎麼這麼囂張 欸 拿了一個三叉戟 好 這個忍者 還剩下65點血啊 先把這個忍者給滅了 好 這樣子我換BOSS都死掉 好 還是 現在還是先不讓他死了 我先找完寶物之後 然後再把它解決掉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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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妹子的頭髮好長啊 金光閃閃 這樣子不知道會不會死 這火蜥蜴啊 這蜥蜴看起來有點醜光溜溜的 這小隻的光溜溜的 這小隻的光溜溜的 沒長嗎 哇去 哇去 死掉了 這個 感覺對他下手有點重 抱歉 抱歉 欸 難道吃鹽血 沒錯 把他殺了也一樣啊 不用說服 呆 下 下面還有 下面還有一個隱藏物理 只要在這個地方 再進去裡面一個吧 喔 欸 這個沒火的話 好像是拿不到 那我們用這個 污泥來拿吧 好 得到一個雨罐 嗯 上面有一個隱藏物的地方 在這裡面 下面 在後面那一個 生命吸收 這結束我都忘了使用一下試看看 你就跟我這個監禁擋在一起吧 你跑不出去 自己把自己關在裡面 我看他跑不出來 非常漂亮 來 我們這個魔劍士也升級了 召喚玩偶 這不是在鬥我 召喚一個小孩 把他庫端上伸出來 欸欸欸欸你要跑進哪裡 爆炸 哇去厲害了 他這個地形就 這麼 地形這樣子他都能跑下來 他人物跑不下來的 人物跑不下來的 生了一個Edge跑出來了 好 好這裡我們尋找寶物 隱藏寶物啊 欸一個綠色藥水 應該差不多了 這魔力一百四十二全版了 那可以收拾掉他了 一個第一隻人為他打開 一下子就死了 這魔法師最怕 最怕那些肉活戰 好 這樣子呢 我們得到那個召喚法術 他又可以加入了 告訴我你還恨我嗎 母親已經離開了 欸 那個GC那個實驗 訪文之術啊 這把 這復活術嘛 研究這些魔法 走吧 他的父親啊 當然一起走吧 好 我們讓他加入 加入之後 他這些東西都 都是還在的啊 然後我們把 給他裝備上啊 冰魔法 冰魔法再給他買一個 哦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用 我看一下他能不能用補魔 然後我們把監軍的補魔 算了 把他移上來就好 然後 護身符 我們也有一個 護身符 龍眼之華 護身符 不怕實話 好 我們拿那個 刺眼鞋 要給誰穿 刺眼鞋 啊 給這個吧 這樣他就可以瞬間移動了 好 我們買個 魔法 這裡面賣的 魔法就比較好了 還有一個加速度的 狂雷暴風 武器強化 荒牆 落石 酸氣 這幹嘛 這是頭一傷害啊 大力酸氣 這是個像火球的那種 初級 攻擊魔法 冰封爆啊 買一個 也沒多少錢 我天啊 感覺好像很 信念之力 獲得清淨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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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滅不死的 復活 足 啊 這邊用魔力吸取 吸收魔法 詛咒 這詛咒是啥呢 黑暗是以全體輔助魔法 獲得邪惡之心 不死是以馬上復活 啊 這裝備我買不起來 沒東西啊 我們還沒獲得那個死者子輪啊 死者子輪這兩個可以轉職啊 他們條件都可以啊 這個污吏或者是那個召喚師 都能轉職那個巫妖啊 大家可以讓他們 裝備那個死者子輪啊 然後讓他們死後 被敵方打死之後 他就會轉職 像巫妖 好 待會示範給大家看一下啊 我們讓這個召喚師 讓他轉換成巫妖啊 或者其他人也可以啊 看你們自己的死吧 或者說 他必須是C性格的 所以他們兩個都符合 然後這些人物是不一樣的 再不是C性格是轉不了的 黑暗性格 好 還有就是幽靈 好 我們攻打下一座城市啊 繼續 敵人爭奪喔 隨便打 隨便打 然後 我們要下游戶的話才有魔力可以使用 我們要下游戶的話才有魔力可以使用 Oh No 咻 這種小龍蛋 也想射我 好 這個精靈的魔法很厲害的 神聖自己示範魔法啊 然後 水溶金恢復HP 並且能再行動一次 兩種作用 非常可以 這個能治療異常狀態啊 精靈魔法 還有惡魔的魔法啊 他是精靈一般屬於輔助的啊 惡魔 一般屬於攻擊性 好 這些雜兵的話 我們迅速解決 恢復80點 挺多了 好 我們使用這個赤炎鞋會瞬間移動 然後 這兩個才馬力 三個都會中啊 既然他們背罪著我 然後後面後腦才要給他扔石頭啊 那弓箭手 不要再砸那個弓箭手 弓箭手 弓箭手草精靈死了 剛才被他監禁砍了一刀一百六十多 這些精靈亂飛啊 他們也是可以飛的 無視地形 所以飛的跟瞬間移動 所以瞬間移動更好啊 然後飛的也差不多啊 一樣 補魔 好 我們補充完魔法之後 來個第一隻門 斧頭拿起來 修緣了啊 感覺 感覺要使用第一隻門 反而更爽 欸 這怎麼講啊 這怎麼死的都沒看清楚啊 就突然間 突然間沒了 好 到使用就石化樹啊 那我石化 還是毒氣樹 好像是石化的嘛 突然間沒了 好 到使用就石化樹啊 好 到使用就石化樹啊 那我石化 還是毒氣樹 好像是石化的嘛 噢 現在打這些都沒啥經驗 生命吸收這魔法 這魔法使用的格數有點少 這個魔法防禦好高啊 呃 看一下這隻 就是沉睡啊 那是用睡蓮樹 那是用睡蓮樹 還以為是用這隻啥 可以中 剛剛好 好 我們打下一張 哇 不是吧 又是敵兵 那敵兵怎麼打不完 啊 敵兵怎麼打不完 好 我們就讓這些比較給力的人物參戰就好 先拿一下魔法 然後我們再用這個魔法補給他 然後我們再用這個魔法補給他 這樣我們就換得80多更多啊 那召喚是魔法是在後面啊 召喚比較給力的話是什麼 啊 這種 這種妖怪還是比較討厭的 兩隻一起來 砰砰砰 啊 這石頭人好醜啊 而且他頭尖尖的 兔頭啊 兔頭 啊 這血都是血啊 哦 哦 好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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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伍 我們迅速先把咪咬 咪咬 好的 這個叫按加速的話看起來很奇怪有沒有 一直跳一直跳 呵 呵 啊 他魔力沒有我們之前那些魔術 所以可能就沒那麼多了 哇 錘子 在旁邊還有一隻精明 吸收生命 他血越少好像吸得越少 他看他血越多吸得又越多 應該是這樣 哇 在頭上旋轉然後吸取 然後恢復到我方來 才16點 唉 爭鬥啊 太少了 太少 他好像跟我方損失的血有關 好像我方損失血越多補得越多 還是說敵方血越多他損失越多 我覺得他血也算挺多了 應該是我方損失血越多補得挺多吧 不過他轉換成巫妖之後 這隻冰獸就用不了 他就不能使用 招換魔法 只用使用 黑暗魔法 黑 黑暗術 黑暗魔法 都移動完了 嘴出異常狀態 厲害了 哇 升級了 我看一下 東西真的是一大堆 應該不會再一小兵了吧 開玩笑 這好不容易才到這上面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尼卡耶 這個尼卡就是我們在前面 前面一點章的時候 就遇到的那個BOSS 他說了幾句話 然後又走掉了 就是那個傢伙 這傢伙能力非常強大 這傢伙能力非常強大 當然 他這個 打的話 他不會那麼快死 他打完之後 還會逃到另外一個城市去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他這個要怎麼做 怎麼打 當然不是啊 我主要是為了要找一些東西啊 我們先看一下 運氣不錯 竟然僥倖活下來 我們看到旁邊有一個 技師 那個裝扮像神父一樣啊 那個就是那個牧師的轉職 轉職職業 上等職業 轉職好之後 那就變成那種狀態 所以說轉職之後 看起來是稍微有點怪怪的感覺 這個城市我在想 要不要 嘖 這打得有點長啊 好 我們開戰吧 開戰吧 這時候一決勝負了 勝天這一系列 好 剛才在拿東西啊 不好意思啊 浪費了點時間 好 我們現在開殺 小事 別小看我 怎麼招化魔法又開始用了 比自身的生命 當 當魔法給對方 真的有點少 好這邊的騎士 等級都特別高 他騎士比較難長 我們先拿殺 他血也多 防疫又高 我找幾下 不過應該也差不多會死 看一下 不死也常會 好 我拿到一個隱藏寶物啊 凸箭 騎士 這個鐵甲鐵盔啊 這些都真的很需要 不過 我方真的沒有這些東西啊 你看這些武器真的都是鐵做的 防疫特別高 物理防疫特別高 這個還要 還要加 魔法防疫加10 還挺不錯 好這彰化社 我們最好在後面就好了 這物理系對物理系 攻殺傷力就沒那麼高 都是裝備鐵盔啊 要魔法去擊破他們 那個生理我想把它說服啊 他有一個好像有一個復活術 這是唯一能夠使用這個復活術的職業 好我們看一下這敬衛騎士 這自古以來射負領主之人 就是射負那個將軍啊 武道威風靈靈啊 擅長槍速的騎士居多 武道威風靈靈啊 而且 長春當相鋒 以 射其中心 擅長他不是 槍 槍 重裝鎧甲 這個防疫更高 加39 很重的砍甲 全身都厚厚的啊 這好像是一個什麼徽章啊 這個好像狂戰士啊 唐級科德 不考慮自身實力 冒然衝入敵陣被重創 所得 勸戒之洞這樣啊 自力受懷疑啊 所以說 游泳無謀的那種嗎 欸不是 好 他這把槍也是給力啊 統治者之槍 這把 這把槍確實 很給力啊 他的 貫通 是IP 就是可以打兩格 IP就是打兩格的 碰一格 攻擊也能打得到啊 然後他威力打到66 這古代 什麼 德莫拉王的兵槍 我覺得這把槍的 這把槍感覺比那個 將軍的那個斧頭還要 還要好啊 真的還要好 他可以控一格攻擊 而且 而且比較輕巧啊 變重力比較高 那 雖然那個 將軍的那個斧頭攻擊力比較高 但是他那個 很重啊 而且只能打一格 所以 這都是有一些區別的 好 我們繼續補魔法 然後使用一下 招化魔法 然後使用一下招化魔法 不要把自己給撿進去 都逆死了 太大雞了 才61 先把他殺 一個個殺 這種鐵人 要用這種武士 魔法來炸才多 欸他們 物理防禦高啊 魔法防禦就 沒那麼高 那先反的魔術師 他魔法防禦高 物理防禦就低 所以我們要 魔法師 對戰武士 武士 對戰魔法師 好這個 這個傢伙有一個 復活術啊 這個是 15 17肉體者 無法復活 啊 就是借助祈禱之力 復活死者 神聖性 換出輔助魔法 25 消耗25.nb還好 不是特別多 好這個是 治療混亂的 還有高級治療術 這個還有閒政大衣啊 好那 要轉職成這種祭司的話 好 必須要 必須要獲得這個 神界之元 就是下面那個洞長 還要NP76 智力96 殺害 數要10一下才轉職 好這個屋女我看一下 他有什麼好東西沒有 大地法醫啊 也有啊 有一個 挺好的裝備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對方慢慢移動 好 這邊的一些隱藏物品 我們也來找一下 剛才我們已經找了一個了 還有三個了 還有 還有四個了 這個五 這一張有五個隱藏物品 非常多 哇 這很敲 好 我們監軍 你敢跟你的上司動手 呵 比你還魁梧 哇 他武力也150多 好厲害 RM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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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給他用一下 一個地獄之輪 他這種不會撞在異常 這種boss不會撞在異常 呃 這個 這個 上面這格有一個隱藏物品 找一下 然後 給他補充一下 死 得到一個 復活祭壇 火樹 這個 不要上去啦 上去 我可能會死 我跟他砍到的話 會很慘 現在魔法用不到 不然就待在這 然後這旁邊還有一個隱藏物品 生命吸收 他眼睛真的好大 有沒有 有沒有 不要 不要 哇 去 他下來 下來K我 K我的那些隊 兩個跟他補充一下 都快死了 我跟他弄一下 很慘 Ley 我也不想你那麼早 就死掉 我還要找保護 哇 我自己人都殺 剛才點壞了 還好都打不中 上面還有一個物品我們趕緊來找吧 所有人都躲在這 隱藏物品 又得到一個藥膏 開 喔有10點 得美怎麼打中 打中的很少 還剩64點 欸? 免結之時 進來 這點砸不死 這個祭司我還不想打死他 我要把他縮服啊 所以現在不能把他殺了 給他燒點血都是真的 這點砸不死 超級治療宿 反正你一擊你都扛不死 148點 屋女把他給滅了 靠你還能補魔力 直接敲死了 好來個火球樹給他燒一下 你才能加入 冰封爆 這應該還不會死 接冰了 他自己又會恢復這個血量 打的時候 那他還沒恢復之前 就把他給那個 把他給舒服 因為我這個人物主角 有這個舒服洞章 非常好用的 這個 調停之力啊 不依告武力 用真情打動對方 所以說得 說得這個 敵方的說服能力會提高 可以增強說服能力 一開始選的話 最好選這個比較好用 那你也可以選其他洞章 看自己喜歡 補魔 現在魔力都用不完 後面就是 好處就是這樣 難道你冷不冷 滿地都是寶物 好 還來給他用一下生命吸收 挺好玩的 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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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嘛 我們這個 魔法蛇過來打他了 當然,現在還是不讓牠死 呢,減輕地移動率增高 哦啊 這邊這麼高 可以说服了 试看看啊 这个人物的 敌方的人物选很多 诶 一下子就成功了 诶 我们又加入一个祭司 而且当然加入之后 这些东西就全部变成魔方的 太给你了 这个复活之术 复活术也可以给监军用 或者给 或者给水母 给人监军使用 还有这个妖术是也能使用 要不给妖术是使用 生命吸收 再给他吸看看 我帮你治疗一下啊 帮你治疗一下 帮你治疗一下 这个生命 现在应该血了嘛 1949 还可以 这个要怎么玩死他呢 诶 让你躲到角落里 让你躲到角落里 都没用啊 好 我们趁现在来寻宝啊 那上面还有一个宝物 在这 这里面 隐藏宝物啊 一个龙椅魔法书 这个好像可以让人变成一把武器啊 非常变态的一个 一个技能啊 那个非常给力的 上面还有一个隐藏宝物啊 啊 我们上去打 好像是在这个地方 没错啊 是一个隐藏宝物 又是一个 药水啊 刚才拿了那个 那个魔法书才厉害啊 那个才是真正的极品 可以把人变成一把剑 那人物的 能力也高 变成剑的那个 能力就越厉害 我剩一下 让自己损失血 越多 是不是 是不是就那个 是不是吸收了 也就越多 算了呀 我们再跟他卡一下 吃看看 我们再跟他卡一下 血的损失 一百多了 再给他吸收看看 一样的啊 这血就吸那么一点点 不好玩 不会死了 跑掉了 他没死 待会我们还要再打 大地法医 好 我们加着一个祭司 得到一个闲者大医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这个妹子的话 你可以 让他加入 好 这边是一个 是一个墓地啊 墮天使以前 就是好像在这里 封印了一把圣枪在里面 短剑 唉 这个剑型的话我不看了 获得这个生命 这个复活术 可以把他拿起来 或者是直接让他参战 嘖 让他参战也不怎么好用 干脆把他拿起来吧 啊 然后 然后 闲着衣也可以把他扒起来 给 给一些其他人 穿 让他穿 穿 穿 穿这个大地 哎 大地法医 大地法医 魔术师衣 然后呢 闲着衣还是给这个 魔术师穿吧 这个水法衣好像也不差的 不比他差 咯 闲着衣更好 闲着衣更好 闲着大衣 黄冰 黄冰练着 这破衣也可以换掉了 水之化衣 好吧 我们就这样吧 补那个的 我刚才获得那个东西 可以那个的 这边要 补魔魔法 然后 我那个 复活树 复活树给他吧 那这种魔法他用不了 污泥好像就可以 也不行 待会转成乌妖 就可以使用那个 生命吸收 吸魂魔法 护足 再补 好 走 噢 好 放缩 好 现在 好我示範一下給大家看那把劍是啥作用啊 剛剛那個物品啊 如果你把某一個比較厲害的人物變成那個 把這變成那個那一把劍 那他黑暗屬性比如說幽靈黑暗屬性 他可以變成那個 試一下 他就變成一把黑暗劍 看一下 好給大家示範一下 他這個東西啊 剛才拿了一個非常給力的一個物品 這個龍椅園魔法術 就是讓試術者的身體變成一把劍啊 試術者的能力越高 劍的威力就越強 如果你人物能力99級 能力全滿啊 那他這把劍的威力就非常的恐怖 看一下啊 我只是示範一下啊 當然我有零食保存你看 他是黑暗屬性所以變成一個黑色的刀 我們可以裝備一下給大家看看啊 這威力64對吧 這威力85 這個封印了人類靈魂 這把劍比那把聖槍還 威力還要強還 自上古咒文 封印了人類靈魂的劍 根據封印的靈魂 能力會變化 哇 裝備這把劍智力還增加60點 武力增加44 速度增加19 而且VD88 恐怖 好 這只是先示範一下 待會我搞一個人物能力比較高的 再給他變會比較好一點啊 因為那個幽靈能力不是特別強悍 好啦 我們這一期節目先坐在這裡啊 我們返回去吧 那把劍的話暫時不變了 待會我再耗彩弄一下 把他們等級量高一點啊 讓一個人物等級量高一點 然後再把它變化 可能會更強悍 好 大家掰掰